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前面介绍过 整个就是在这一品的第八段 那么八段里面有这些主要的项目 其实我们按照来讲是在这边 五跟六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讲这个谁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讲那个就是介绍这个如来的狮子座 它这个狮子座非常非常的张严 所有的张严都在里面 而且非常非常的大 宽广 那因为轮台那个轮台疾病 这表示这个非常非常的广大 可以容纳被这边所说的重要莲花 还有很多的这个谁的张严 那另外是又介绍其他的这个谁的来列作的这些的这个谁的菩萨 那其实它这个列名的部分来讲就是把这个谁的来的这个菩萨 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在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上手 就是比较前面就是我们所谓排行第一位的这些菩萨 非常多的菩萨都有大菩萨来参加毕鲁浙那佛成佛大殿 那后面最主要的是讲这个谁的那个心云共 这心云共我们前面也介绍 这个它这个最矫的大家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云 是庇域的说法 就是来很多佛世界 他帮的这个众多的佛世界来派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组团 来参加这个整个大会 那后面怎么就是供养 这个供养如同这个云一样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叫做心共云 所以我们就讲到谁的 这个谁的 那个 这个 这个香云盖菩萨摩萨 他们来参的菩萨就像云一样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一群一样 所以供养 供举非常非常多 这个供举 称云的有这些意思 就是按照而讲的是 我们看到天空的云都可以知道它的色彩 我觉得色相显然 就是供养的工具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自然无性就是我们的佛陀 在接受供养的时候 他不会沾着 因为无性最小的是是因为这样缘和 他不会沾着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无性的意思 是 性空的意思 所以自然无性是这样 从法性空 就是说他所 我们譬如浙纳佛所接受的这些工具 众多的工具 非常非常多 但是按照来讲 他从法的性来讲是受为空 无生法起 就是讲到谁的这个 这个本身来讲就是讲 这些工具都是属于本质 是无神 所以能限 所限 回无所一 就是讲到谁 能限就是讲到谁的佛陀 佛陀 他限共 为帅 布帅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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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受供养 所以这个时候 回无所依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这是讲缘和 能献所献回无所依 这样来观看这些的 讲的献供 运用者来的部分来讲 我们所说的众位菩萨来 来供养毗鲁兹那佛 这个时候他就有这样说为来 来无所依 就是讲到谁的诸大菩萨 来猎场的这些众位菩萨 他们要去的话就是回到本处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是法性的意思 不是说因为这个讲到谁的 自心内政 就是整个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所以用谢而去 这整个整个大会 整个共聚 供养之后 生灭了就说为去 这个去来讲 就是说他本身来讲就是原 原灭而已 去无所至 然后后面是讲到谁的这个 这个云的意思 就是能含词论云法义 这是讲到 佛接受这些供养 接受这些供养之后 他会说法 就是想趁着这个 譬如这让佛成佛大殿来述 后面就整个带出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非常重要的是讲到谁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实信实住 实行实回向 还有实定 这些的法义 能够利益我们这些的众生 重重无碍 讲到谁的 因为重重无碍是讲到谁的 很多从他方来的 他会这些的大菩萨 一组一组的 一组一组的来 非常亮 就像我们看到云彩一样 天空中云 非常有这些重叠 但是重叠他们来讲 来去都非常没障碍 这是讲到用云来象征 象征这些的供句 也象征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阿菩萨来 现供 这些因缘 好 那后面是整个 来讲这个谁的 这个 性供完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落佛 因为在印度 这个落佛是一种表示 非常非常的尊敬 尊敬的意识 随其方 面去佛不远 这是讲到谁的 这些众位菩萨 因为他这个落佛之后 要回到他自己的座位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时候 这个 参而不扎 就是说 落佛 然后绕完了之后 就整个就回到 回到本 那他们的座位里面 而没有杂乱 他们的这个 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菩萨的这个座位 也叫做狮子座 因为这是讲到谁的 那个 如狮子 子 因为这是讲到菩萨 就是前面所说的佛 佛的正法者 所以既然佛都做狮子座 那菩萨也是做狮子座 一名为狮子 那这个狮子是讲到 这个谁的自化自作 这个时候 按照来讲 这个 按照这个讲到谁的 众位菩萨 回到 就是落佛 落完了之后 只要走到一个地点的话 赤地自化 他们的这个座位 狮子座 为什么说是自化自作 因为这个讲到谁的菩萨 都是依靠自己的修心 依自心来自正 所以自心自现 还自安处 所以讲到这个自心献正 这个谁的我们所说的整个境界 整个修行的这个境界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依着佛的教化来修学 我们慢慢就还想断烦恼 我们断了烦恼之后 我们就会心安在那个地方 这自安处 那对于这个狮子座 诸佛菩萨都是采用这个狮子座 阶下附座 是为 这个阶下附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我们 那个 佛狮子座 是让我们修学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遗鬼 坐 坐鬼 就是我们所说我们要有坐向 那在大制度认里面 这个 如果能够结佳附座的话 那个 因为结佳附座很容易 身心安定 它可以让我们身 能够入这些三昧 那如果说是在 超的部分另外讲到这个谁的 如果能够结佳附座的话 任天敬仰 他是讲到这安安路到人安坐 因为结佳附座是一个很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路修订的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柱子 安安坐不轻动 那 那后面最假的讲这个谁的话 那个 这个 赞叹这些菩萨的这个功德 因为 整个在座的会场 因为这个时候前面最早的是讲到谁的 来的会众 那 那 那这边又有一些 其他佛国世界来的这些大菩萨 所以也要来介绍他们的功德 他们的这个功德 修学的功德 那这修理功德 最总说就是菩萨所行清净广大 这个应该是 菩萨所行清净广大如海才对 因为讲清净广大如海 菩萨的这个情 是非常非常地多 又深又多 又广 因为讲他自修的神 他度化众生的广 那他有三项 他有三项 因为总共有 十二句来描述这些来 这些的大菩萨的这个修学的恨 那有十二句 整个有十二句 第一句是总句 就是菩萨行 所有的菩萨行都是清净广大 那有 那后面的别显的部分来 第一 十一句 有所谓别显 有分成三 就是我们 我们很难做到的就是 从菩萨的这些众功德 因为他震叹这些的菩萨功德 我们很难把它分类成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一看到这个菩萨就很难 因为菩萨是菩萨 可是我们 成功法师就是会把它分类 第一个分类是讲到身口欲的清净广大 就是讲到谁的 三叶的清净广大 那我们讲三叶的清净广大 第一个是质 第一个是质 质是义的意思 这个质最主要是讲第六意识 是得 按照来讲 主要是第六意识 那如果你要再讲的话 就是第七识 第七识没有 因为都是少分 因为它是菩萨 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像佛一样 全部圆满 第一个是得智慧光照 这叫菩萨法 就是讲智政菩法 这个智政菩法 这个菩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 这个菩最主要的是 按照这个 可以叫做菩的是 就是一定要讲到法性 真如法性才会叫菩 就是普遍的意思 所以一个我们的这个智 这个讲无肉智 可以证这个所谓的 这个普遍 平等普遍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 就是正菩法 第二个是生随佛行 这个讲到这个生业 前面是一业 后面这个讲生业随佛行 因为菩萨的这个身 身险一定是完全是跟佛菩萨符合 佛菩萨做什么 他就我们菩萨就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也是慢慢学习 菩萨做什么 我们也要学习他们怎么做 这个讲生业随佛行 菩萨生业佛的这个所谓的万行 第三个是以路遍海 所以他讲到这些的 这个 第一个是智慧光照谱门法 第二个是随胜诸佛所行无碍 我们这个神官法师就是 非常非常简单 就生随佛行 第三个是讲到谁 能入一切便财乏海 我们神官法师讲 以路遍海 因为我们到最后就是讲到谁的 我们因为我们跟佛追学佛 向佛学习 我们最早的是佛的一切自治 一切智慧 他有解脱的智慧 也有无上的智慧 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些 既然有无上的智慧 我们就要真的要能够有一些 便财无碍 就是能够了 这个便财无碍 最假的就是能够抉择 诸法的这个谁的正邪 真的要抉择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抉择的话 我们很容易 就是一点点 尾系的地方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 那个迷失 就讲三叶的清净广大 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都要学习的 那第二组是得法清净广大 得什么法 第一个是讲明德法清净广大 破智慧解脱 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修学第一个一定要离开烦恼 就是我们先要的 我们现在先要的就是要离开三恶道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 第一步就是要离开三恶道 所以讲到获得自分解脱 所以得不失意解脱法门 那第二个是住于如来仆门之地 因为是得法 住于如来仆门之地 这边讲了谁的祝圣圣经果位 因为我们这个 注意如来仆门之地 就是我们 所谓住于如来仆门之地的部分 因为仆门是讲平等性 平等法性 他是后面也讲到仆门地 最重要的是同今初一见如来仆门明地 所以仆门明地最重要的是讲到谁的 因为得法的得法是得真如法 得平等法 这个才叫仆门 所以安住在圣经果位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震出地的话 我们就能够安住 在修学 自己一定肯认 自己可以慢慢地修学 得正佛果 第三个是讲到谁的 得一切土耳尼門 心能人受一切乏海 這個講到那個 按照來講的是得一切種子門 因為土耳尼是種子 因為如果能夠得 如果我們能夠得到一切人事物的各種耀靈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進入 都能夠很容易 進入一切萬法的各項的知識 慢慢就可以得一切自治 這個是講得法清淨 第三個是講得 有五個 因為有三三六了 剩下五項 後五項又把它分成兩類 有兩部分 第一個是證明 先表達到底要做什麼 什麼樣的清淨廣大 是有關於福德 後面是智慧 先講那個福智慧 善住三世平等置地 這個是講那個智慧 智慧能夠安安住於這個 禮是講真如禮 是是講世間是 因為我們所說的 把一切的東西 把分為禮跟是 分類成一切東西 一切把分為禮跟是 後面是講到福德 無不休 故身信息 福德無不休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誰 因為我們一定要有這個福德的知良 那福德的知良 都沒有一項沒有修道的 所以就是講到生這個信息 所以以得生性廣大其樂 就是菩薩爾 這些的大菩薩都能夠深深的信解 廣大喜樂是我們佛陀 講佛陀 只有佛陀只有廣大喜樂 那我們後面最主要的 解釋這個 什麼叫做三世平等 我們最早要解釋這個 這個三世平等 這個大家要好好 還是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一直講那個平等 我們現在的這個平等 最早的是真爐的平等 因為眾生 佛跟眾生平等 最早的是講真爐 真爐的平等 可是按照而講 在佛經的部分來講 不是只有真爐的平等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 他有三個 在三個 就是在 在 他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就是他採用的是 依這個誰的 先依佛來說 所以經出以名 經出以名 經出以名我們就不知道 大家有興趣去找一下 好了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 存觀法是又 在 修社 相當地 是 那個 那個 現在講的蠻重要的 這個三次平等 為什麼說三次平等 為什麼 因為怎麼講 我們一般的 都比較能夠了解 真爐 每個眾生跟佛都是平等平等 那三世平等怎么说 而且菩萨要散注三世平等之地 他的无肉制要安住于理 这没有问题 因为理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前面都有讲 真如理的法界理的部分 亲近法界的部分 如果能够挣到 这个谁的亲近法界 而且每个众生都有 那怎么说三世平等 所以讲到卷十三的第五页 那去医生 就是医众生的角度来说 立场来说 还有跟医着佛 他有医众生医佛 还有两个对望 所以有三种说法 那我们先 那我们开始来讲 先医佛术 如果医佛术的话 就比较 因为如果在佛的立场 不在我们众生 不在我们众生 佛的立场来讲 按照来讲 佛都一句正道 一切自治 所以佛 佛平等 所以佛 佛平等就是 十方之佛都平等 在哪方面平等 在哪方面平等 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讲清净法界 真如的部分 还有治身 治身是讲 是治 不争不减 无争减 所以叫做平等 所以是讲到谁的善 那后面是讲 就是讲后面 我们这个是讲到这个 先出子前标 出子前标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善助三世平等置地 先标出来 那后面是整个别名一项 别名一项就是 是讲到这个 这个身佛 他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还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 父 父 王 父 王 所以在佛的立场来讲 所有的十方之佛都平等 这种平等就是 真如法身的部分 就是讲清净法界 跟这个世智圆明 至身 是不争不减 就是讲平等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佛的部分来讲 那如果众生的平等 众生平等怎么说 按照众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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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六根 还有 就是我们的 朋友的种子 都一样 从这边来说 从这边来说 所以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无名的原因 所以变成说 每个所造业 所以这个讲到 那越生六道 谁差 就是三杂蓝 因为都 如果依我们 就是众生 都落入到 这个所谓的 六道 那六道 那六道里面就是寒色 这个 这个三杂蓝 是烦恼杂蓝 还有爆杂蓝 这个夜杂蓝 还有爆杂蓝 酷杂蓝 生杂蓝的意思 全部都在 就是我们 迷失 无名的原因 所以掉入到这个六道 六道 不同 但整个都可以 归结到 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身体的烦恼 还有身体所造的业 还有 这个苦 和爆果 不理这些 所以在这边来讲 他也讲平等 所以我们就讲到 约众生 就讲到谁 比如说身身平等 还有这个 这个烦恼 业 苦 这个有之皆等 就是讲到摄云远 身身平等的部分来讲 就比较讲到 都在这个 都有做有烦恼 再加上身口欲的造作 就落入到三二道 落入到六道 如果是第三种说法 身佛相忘 就是讲到佛来讲平等 众生讲平等 好 那我们这两个父王 两个来 这个讲了 两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待 佛跟众生来对待 来说这个平等 那我们这个平等 就是讲到那个 如果是先讲这个谁的现实平等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第六页 因为抄里面有解释 第一个是讲现实平等 就是讲到这个先 先讲这个现在平等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所以反而 按照讲 就比较讲现在 就讲我们念一下 就讲到谁的这个 反复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 跟佛的过去一样 因为佛现在 因为譬如真那佛现在已经成佛 譬如真那佛的过去 他还是有 还是有一些烦恼 所以等于佛的过去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 禁修德国 如果我们现在众生 能够慢慢一直精进用功的话 证得佛果的话 那等于佛的现在 那成佛的话 成佛究竟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是像菩萨非常非常用功 比如说实地的菩萨 就马上现正这个谁佛 如果是成佛究竟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位菩萨非常非常用功 未来正果的话 那也是可以等于佛的现在 如果他能够马上就就进成佛 他就等于佛的这个谁的佛常住 所以依现在来讲这个 这个生活平等 是生活对待的平等 如果是讲到那个 那个同时平等 因为前面是讲现在的平等 那后面最早的是 约这个同时 同时就是过去对过去 现在对现在 未来对未来 比如说讲到那个烦恼 就是先讲烦恼 就是讲到谁的 身跟佛怎么样看烦恼 佛所本有今无 就是佛 按照来讲佛 佛不可能说 他是这辈子 比如说比如说那佛 也是这辈子成就佛 因为他这个实诚正觉 所以来讲他的烦恼 所以佛过去也有 就是本有今无 就是过去有 在现在没有 可是如果众生的话 就是本无今有 众生的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本无话 就是众生因为 这个本无今有 最假的是讲到谁的这个 也就是按照来讲佛教讲的是他 因为他众生是因为迷思 所以现成众生 所以叫做本无今有 意思就是说烦恼 不是完全都是永恒 存我们所说的常住 因为无明迷思的关系 所以变成本无今有 如果是讲菩提 像在菩提的角度来讲 众生本无今有 因为众生本来就是 本有无肉的种子 但是因为他迷思掉了 所以现今没有 这个同时按照来讲是 就是生佛同看待烦恼 同看待菩提 这样子来说好了 诸佛则本无今有 诸佛的部分来讲是在过去 他有无肉种子 可是没有写些出来 所以他现在是全部写些出来 就是今有 所以这个讲到完全 这种说法是完全是 因为众生是迷 我们佛是悟的这样子的不同 来说这个本跟有 因为本跟有怎么样定位 因为众生迷的话 所以叫做本有今无 如果悟的话 他就是本无今有 那涅槃之性非翻三世色 故知三世有法 不有是处 这个我们先如果是讲涅槃 因为涅槃本身是无肉法 无为法 他不属于三世 所以 这个是讲到谁的 我们这一句来讲 我们后面再说好了 因为最假的是 我们现在是先讲 以涅槃来讲 他本身就是不属于三世 他本身就是无生法 本身就是无为法 不入三世 非三世色 所以他 你要直接 这个 推论下面的部分来讲 是 如果是 依照涅槃来讲 三世有 是 无有是处 就是 不对的 不见律 那我们 我们在这个 我把念 他就翻开我们的 第 卷十三的部分 这个我们 这个 这个身佛对说 就是讲到 因为我们 前面是三的 角度来说 在佛 佛平等 那没有不用讲 那众生 每个众生的这个平等 是按照来讲 都是属于烦恼 就是 整个来讲 整个 统合在 这个 归射到 这个 我们所说的 这个 凡朗 业 还有 豹的渣染 在这边平等 如果是 两个 两个 对待来说 所以讲 先意思平等 后 同时平等 这个 这个后面 就是要 那后面 最假的 要解释 什么 最假的就是 要解释 涅槃经的 这个 就是讲 本有金无的问题 他有这个 试 试出句 按照来讲就是 他 因为要讲到 这个本有金无 这个是 大波涅槃经里面 最假的就是 从 试 按照来讲 是讲 有试段 这个试段 牵涉到 这个谁的 这个本有金无 最假牵涉到 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在188 就是讲到 我们的 科普188 这个 这个 传要的部分 就是在 涅槃经里面 有 四个 出这个 巨颂 就是 讲 本有金无 不是本无金有 那个 有 四处来提 这个问题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为什么要提这个 最假的 最假的 在我们的 这个 那个 抄里面有讲 就是 讲到 那个 纯陀 纯陀 因为 因为 我们大波涅槃 最早要是要讲 大涅槃常住 最早要先说 这个 大涅槃常住性 而且 而且 有这个 常乐我禁 所以 他这个 那个 陈陀 就是 他有这个疑问 陈陀 他这边有两个疑问 纯陀跟文殊师律的疑问 我们后面会提到 就是讲 纯陀 他 他心有疑 就是因为 他的疑问就是讲到 这个大波涅槃 现在正的 其实 过去不晓得 现在正 现在正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 那个 他这里 他讲 如来常住 我先 先 先讲他那个 因为我没有把它录出来 就是大家要 这个 最早要是 纯陀 就讲到 如来常住 是讲那个 大波涅槃的 佛性 常住 所以 以得知见佛性利固 所以 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那个 知道这个 见这个佛性 那 那个 所见的佛性 到底是常 若见佛性而为常者 就是他这里讲到 因为 佛成就大波涅槃 所以他知道说佛大波涅槃是常住 所以这个时候是讲到谁的这个 所以 所以 陈佗就先 先有这个疑问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佛性 到底是常 第一个是 到底是常还是无常 他这个常去讲 如果第一个是 如果你见到 这个佛性是常的话 本 就是 本未见识 就是 你过去都没有见到 所以 因是无常 因为过去没有 现在有 所以他是讲到本无精有 本无精有就是 所以他是 他这个讲到谁的 从本无精有这边来看 他认为是应该这个 这个 大波涅槃 常住 都应该是算是这个推论还是无常 第一个就是讲 如果你这个佛性是常的话 后面就推论 本无精有 这样应该是 也是无常 如果是本是无常的话 后面也应该是无常 所以如果本 就是讲佛性如果是本 是无常 因为他是认为说 佛性到底是常还是无常 所以如果本无常的话 后面应该也无常 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如同世间万物 本无精有 亦有还无 就是 从生来的 就是过去没有 现在有 所以这个有还是会因为 就是找到谁 是因为无常生命 还是会落入到无 所以如是等悟 西是无常 那以色役故 用这样来讲佛性是无常 也变成说 所正的大波涅槃也是无常 那这样来讲 变成说 那个 因为他本无精有 变成佛所正的也是本无精有 我们这个菩萨声闻也 所正也是本无精有 那在这边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 释迦牟佛说的 这个本无精有 本有精无跟本无精有 这两受 这两个 这本有精无跟本无精有 怎么样子来看待 那后面是讲到 三是有法 无有是处 我们在后面的 要加上 三是无法 也是无有是处 后面也会讲到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佛陀也有讲 那个 诸佛菩萨声闻原觉 亦有差别 亦无差别 就是讲到我们的 佛跟菩萨 佛菩萨的声闻原觉 有时候是有差别 有时候是没有差别 所以讲亦有差别 亦无差别 那这个时候我们 文殊师律菩萨 就是善哉善哉 乘入圣教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文殊师律菩萨 虽然这样赞叹 我们后面会解释这个 他有一个 所以也有疑问 如何说这个 又是讲的 也是 也带出文殊师律菩萨的 这个疑问 怎么说有时候 有差别 有时候没有差别 在我们第八页翻过来 到此第二号 其实文殊师律菩萨的怀疑 怎么说有时候有差别 有时候没差别 那佛没有说 佛没有解释 像是菩萨就请佛来解释 这个请佛解释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这个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古牛之语 什么叫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大布列排行 有这个谁的 就是讲那个 牛奶 牛奶到时候会变成这个 第一个先 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 从这个 木牛里面去 弄这个 所谓的牛奶 这个牛奶是佛性的意思 鲁色皆异 鲁性无异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牛奶来讲佛性 因为都一样 后面是变成酥 还有蹄腐 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牛奶 它可以用牛奶来制造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食品 这个很多食品就是有差别 牛奶这边来讲是无差别 这个是第一个讲有关于这个 本无尽有或是本有尽无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讲到 那个 乌所得 这是讲的 家瑟品 一讲的犯行品 家瑟说无所得 那个 他也希望佛能够解释无所得 所以佛也是讲本有精武 那我们教授问什么叫做本有精武 在第七月 这个本有 所以本有这个本有精武 你要看这个 看这个经文里面到底怎么解释 不要把它随便 本就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马上就写 本就是真如佛性 就会这样子来 依照自己的解释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看经典怎么解释 所以佛头就讲本有是 我需本有无量烦恼 以烦恼故 现在无有大波涅槃 所以讲本有 原本无者 本无波润波罗蜜多 亦无波润波罗蜜多 所以叫做 现在就有诸烦恼结 这个本有跟精武的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他过去本有无量烦恼 因为烦恼 所以现在没有大波涅槃 那本无就是讲 就是他过去在众生味的时候 没有这个波罗波罗蜜多 因为没有波罗波罗蜜多 他才会有无量的烦恼 所以后面也解释 如果沙门还有修学者 说也如来 如来去来 过去现在未来 有烦恼者 无有是处 意思就是说 如来佛陀是在过去有无量烦恼 不是现在有 不是现在有 所以这也是无有是处 那我们精益的意思就是讲大波涅槃君的意思 你本有父母之身 无金刚身 这个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 你从父母之身出生的话 那我们就不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奴来的金刚身 就是讲金武 本无身手的相 具有四百四壁 这比较讲到谁 本有本无 那第二个是本有无常无我等 今无这个谁的这个 这个无上菩提 本无见佛性 今有无常等 就是讲到这个 都是比较随于本有本无 还有本 因为他这个 前面在这个 迦瑟佛请佛说的这个 是讲 就是本有本无 所以我们是讲 本有本无有两个意思 在这个大不逆凡的意思 这个第二项是讲 如果你本有无常无我 这个今无无上佛不提 就是讲到如果 因为我们所说的 如果你要一直 一直这个 完全站在这个谁 对无常无空无我的这个 这个见解来说 不可能会有这个 那个 無上佛不提 今无无上佛不提 所以你是站在二圣的角度来说 另外是讲本无见佛性 就是如果你真的 你没有真正的亲证佛性的话 你还是会落入到无常苦空的部分 总有八段 里面都谈的是一样 我们后面慢慢讲到谁的 这个本有 因为众生的本有是 变成过去有无量烦恼 所以讲这个本有是 在众生的部分来讲是 本有是讲有世间妄义 因为有世间妄义 在今世宅是现在 不在就没有出世的真正的功德 本无就是 就是讲我们众生 过去因为没有出世因 所以现在才会有世间妄义 这是第二段 因为有四个经文来谈 本无精有这个祭奏 第三段是讲有关于这个 这个菩提跟佛性 在第七页的道辞第三行的话 就是在南本的这个狮子孔品 因说一切众生定得菩提 是故我说一切众生定有佛性 因为这个是讲一大圣的说法 所以众生有 就讲到 第一个是他先成立过 定得菩提 所以他讲众生定有佛性 因为在大布涅槃是 一定要亲见佛性才能够成就大布涅槃 所以一切众生真实会有三十二相 八十岁心 所以佛才在这个大布涅槃经里讲是 本有精无 这个本有精无是讲到 众生是有无量烦恼 现在没有这个大布涅槃 没有菩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有 到底是未来有三种 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 一切众生未来当有无上佛菩提 是名为佛性 一切众生未来当有无上佛菩提 这个是讲到 一切众生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佛性 一切众生是未来一定会有 这无上佛菩提 所以这个是大家请看一下 他自己假设是讲到 一切众生定得菩提 所以他才会做这样说 一切众生定有佛性 佛性是站在这个因来说 因为用佛性才会有菩提 所以一切众生现在稀有烦恼 所以现在无有三十二项八十随心 所以叫 一切众生现在稀有烦恼 比较讲的是 就是伴有 所以讲现在无有三十二项 是讲到谁的菩武 所以一切众生过去知识有断烦恼 事故现在得见佛性 所以事故我常先说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所以乃至 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 所有的众生都是 过去就是在过去 就是慢慢一直在断烦恼 所以慢慢就可以见佛性 所以才会讲到这些常先说一些众生稀有佛性 所以乃至说一禅题也有佛性 未来 为什么一禅题也有佛性 就是未来有故 因为未来他可以见到佛性 未来他可以因为修学而成佛 成就这个无上佛菩提 所以如有如者 有如是讲佛性 这是第三段文 这个第四段文最小是讲 我们众生是因这个事实而成 制造我们的命根 事实是我们命根 这个有权生命的因 所以他并不是这个事实为命 那我们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个我把它再念一下好了 因为后面是讲第五段 古人不得论意 那我们是稍微把它越过去好了 再过几条 三世无法 无有是处 如果三世完全没有话 这个是不正确 不建立 什么叫做三世无法 义无是处 就是讲 以佛烦恼稀有 心已断静 故三世无法 这个是讲到谁的 因为三世无法是讲到这些的 我们众生 比如说佛过去也有烦恼 所以现在断 所以你不可能是完全三世 因为你不可能说完三世全部都没有 所以不建立 所以我们烦恼是讲过去有 现在没有 就绝对不可能是三世无法 所以三世无法不能建立 一无是处 后面也是讲三世无法也不建立 因为他这边最早讲 涅槃习无 君以正进 涅槃习无就是讲 其实涅槃 为什么讲到涅槃习无 因为涅槃着重在烦恼清净 烦恼击灭 真如是还是有烦恼 所以为什么讲涅槃 涅槃是过去没有正道 所以没有 不显现 所以没有 这个大家特别要讲 涅槃习无 绝对不要讲到这些真如没有 因为涅槃在我们大部涅槃 最早是要讲到这些人 就是因为涅槃它是没有烦恼的境界 烦恼击灭 所以我们众生过去 不可能没有烦恼 没有涅槃 没有烦恼 所以讲涅槃习无 那现在因为一直在断烦恼 所以讲到今天如果一直修学的话 慢慢断烦恼 烦恼断结就正道大部涅槃 所以用这边来讲来证 三世完全无法 亦无是处 对不起 还讲到谁的 这个是前面的一佛烦恼 稀有 经一段 最假的讲三世有无法 因为讲烦恼 在众生是有在佛 所以讲到烦恼 不可能三世都有 如果是讲到涅槃 它比较讲到涅槃习无尽以正尽 所以讲 因为讲到涅槃 过去没 就是过平没有显现 现在不显现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 所以讲三世无法 一无是处 所以众生 这个都是完全 前面最假的是讲佛的立场 那后面是讲众生 那众生也是 就是从众生来讲烦恼跟涅槃 你都不可能讲三世完全有完全无 因为众生的烦恼也是 虽然过去有朋友 那后面是断烦恼之后就可以写谢 那涅槃也是 所以故无依法三世定有 或是三世定无 这是我们的结论 没有义法三世全部有 不是三世全部没有 那后面完全要提到这个谁的 因为讲我们的大波涅槃最假的 是从春头开始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谢谢各位菩萨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来稍微讲这个 因为我们诗上提到这个 大波涅槃就是这个谁的 本无精有 或是本有精无 这个祭寿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 它到底行 这个经文里面的本有是什么 精无是什么 或是本有本无 精有精无 这都是在经文里面 你要看经怎么解释 那我们在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谁的这个 卷 书超的第十三的第八页 那如果是在传药的部分来讲 那个传药的部分 在这个一八八页 那个后段的那个小字里面 他最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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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主要是佛要露灭 因为他吃了这个 这个唇头给他的这个食物 而应该是讲中毒 胃不舒服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 这个纯头的疑问 因为他涉及到 刚才所说的纯头的疑问 跟苏师弟菩萨的疑问 所以从 所以为什么 在我们玄奘法师 他要去印度取经 也是有这个问题 佛性道理是经 是当常还是现常 现常还是当常的问题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这个 这也是难陀的问题 不是难陀的问题 成陀的问题 如果是讲到谁的 因为我们 我们在 就是讲那个 在很多的经典 里面并没有讲到 真如是朋友 就并没有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 这个佛现 佛今现正 有益二胜 所以 这个故非无差 就是讲佛已经正到大波涅槃 正有无上佛菩提 所以他不可能跟二胜是一样的 是非无差 比亦当德 那比亦当德的部分来讲是讲 从这个 你要按照这个比亦当德部分来讲 从法华君比较好讲 因为法华君把这个 解脱二胜 全部都纳入到一胜 如果是这个 《大波涅槃经》也有 就是《大波涅槃经》这个 里面讲到这个 这个圣文圣只正到空 没有正到不空 所以如果正在 他未来 如果回向到 回转到这个 大圣 所以也是当德 在这边来讲 是也没差别 这个讲 所以 这是回答文书的疑问 所以为什么 这个前面最矫的讲到谁的 这个 因为文书师弟菩萨 前面最矫的 为什么他疑问 他疑问的部分来讲是 在第六页 所以这个诸佛菩萨 身文亦有差别 亦无差别 所以有差别的是讲正 正到究竟国 跟身文是不同的 那没有差别是 按照我来讲是 针对这个谁的 按照我来讲是 针对真如佛性 这边是 那个 这边最矫的 是讲他 当德是没有差别 我们还是回到 文书师弟菩萨 好了 因为有差别是 身文亦跟佛 二圣跟佛 所正是有差别 无差别的话就是 从一圣的立场来 因为从大不涅槃 这个一圣的立场来说 所以都可以正到 这个谁大不涅槃 在这边来讲也没有差别 那后面是讲 佛今以正何得难言 后裔无常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佛一圣 以正道大不涅槃 那为什么还会有 这个存陀的这个疑问 那后面最早的讲到那个 存陀的疑问 存陀的疑问就是讲到 因为最早是讲三世有无 因为我们看三世有法跟三世无法 都是无有是处 所以按照来讲是讲到这一对 因为我们的存陀 最早是从三世来看 因为过去没有看到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 过去根本都没有看 听过这个大涅槃 所以叫百无 那现在佛已经正道大不涅槃 所以想从三世有无来看 三世的角度来看 所以怎么来 来 去 这个 如何能通这个存陀之那 那我们 那一正说 由见佛性而为常者 因为他见这个大不涅槃 那个 是讲见智有始 因为如果是讲到见到佛性才说为常的话 因此说见是开始 有开始就有灭中灭的意思 所以变成说 读世间的东西 有生 生出来有 后面一定会归到灭无 那今明正见何能通此 那佛正道大不涅槃 怎么会如何来通通此 通此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按照来讲佛性是 就是 我们讲佛性假非常非断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到 那个落超悟法师原 就有一个法师讲 那个 那个 但生公义 生公的生是讲 这个生公义 这个到底是谁 这个 应该是讲诸道圣 生 生是讲诸道圣 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大涅槃清最有名的主道圣 他宣说 因为 当时只有北本没有南本 北本三十六卷 南本 一个是三十六卷 一个是完整本四十卷 我们主道圣是 就是还没有来完整本的四十卷 他就选说 一切众生就有佛性 所以他认为 一场题可以成佛 就讲这个生公是主道圣 但我始会知 归照今有 始会知的部分来讲是 主道圣认为 每一个众生从本有这个佛性 不是早见正见而有 所以非早今有 是本有 始会是本有的 始会有 而不是正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 有见佛性而为常 就认为说 成佛是认为说 见到过去没有见到才有 就是像 就像我们二圣 他认为 他认为他所 所成就的这个 无一一涅槃 或是有一涅槃是 断 过去没有 现在是因为断烦恼才有 所以他们所认为的 涅槃是修出来的 但主道圣的意识是 涅槃不是修出来的 是从头到最后都有 前后都有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是正会论意的部分 先出论意后出经 别意 我们先看一下 先定本有今无之法 就是什么叫做本有今无 先解释这个词句 按照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 本有今无是讲到谁的 那个烦恼夜苦 是生德 明这个本 生德是讲众圣 所以修为本 解脱圣性是修 修德 就从这边开始 我从这边开始录 先说这个什么叫本有 什么叫金无 因为我们站在众生的立场来讲是 那个过去一直有 所以讲的是所为本有 所以站在这烦恼 业跟苦 所以我们众生所得所为本 解脱圣性是修德 是金 因为我们解脱 还有这个谁的 圣性是成就出果二果三果 所以成就菩萨的慰坚 所以是属于修德 是金 所以坚持正顺十七经的朋友烦恼 坚无涅槃 其实别说前面的这个事是个修颂 这个是我刚才所提的这个事 在我们第六页 第三页是四出句 因为有南本金 有北本 按照我讲是 比较属于南本 因为有四品都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成功法是 是每一品到底在这样讲 所以把它整整理出来 各别说 就是四出别意 按照这讲 那是讲到谁的这个本有烦恼 金无涅槃 是从这边来说 什么叫本有 这个解脱圣性是修德 是讲的是金有 所以按照众生便是讲朋友 金无 按照这个佛来讲 是讲这个 我们所说本无金有 所以本有烦恼 金无涅槃 为二圣说 其实大家要记一下 因为我们在二圣的说法是 才比较站在这个立场 烦恼为现在以众生有 生德 所以众生没有 现在没有涅槃 所以为二圣说这个 所以为什么二圣要大烦恼 才陷阵这个谁的 这个 虞于涅槃 而不棒大圣 如果你采用这种说法 不是站在大圣的立场来说 因为大圣不是这么说 大圣的这个涅槃是 就是烦恼本空 不可得 烦恼无福无切 因缘有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本有烦恼 我们的那个涅槃是因为 我们涅槃是真如 信净涅槃 不是过 现在没有 三次都有 所以你要了解佛 佛这样说法 不是站在大圣 也就不是站在 没有所谓的 这个棒大圣的说法 只是随相说 什么叫随相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谁的这个 我们大圣有讲 就是讲到那个 随一说 随胜二胜来说 这个本有烦恼 今无涅槃 那个是三次有法 所以三次有法 所以有的是讲到那个 一众生来讲是 讲这个 一众生的立场来讲 过去有烦恼 现在有烦恼 所以未来也有烦恼 这个迷雾之书 就是过去迷所以才会有烦恼 现在物的话 体悟的话 所以断烦恼 所以断烦恼是无常 所以烦恼没有常 因为烦恼生灭 所以按照 就是讲到谁的 从迷雾之 从迷雾的立场来说 因为烦恼是迷 所以断了之后 所以他也无常 如果是与 与涅槃来讲是讲 涅槃是过去 你过去没有体悟的话 就是没有 版无涅槃 那现在是因为体悟之后 修得 所以才会讲到这个 为什么讲到那个 是无常 这样了解是讲到谁的 一个烦恼的立场来讲是 本有精武 因为悟了之后会断 烦恼 涅槃是讲 那个谁的 本无精有 所以从本无精有是无常 从这个谁的 本有烦恼 而今无烦恼 也是无常 所以这种说法都是 画涅槃 画二圣的说法 并不是真走在大圣的立场 因为大圣的立场完全是讲到 刚才所说的烦恼本性空 涅槃也讲他本性 本性是常住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一种说法是 随 我们所说的 为了要 为了随意这个二圣的根器来说 说解脱法 如果是大圣的说法 就 大圣的说法完全是 就是讲烦恼涅槃不饿 本性 恐 所以上天这个本精 所以整个讲到 本就是过去 精是讲到现在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那个斥正说记忆 就是现在真正来解说这个 也是讲本有精武 这个 什么是本什么是精的意思 第一个是讲那个谁的这个 这个先破邪义 就是讲那个不正不正 要破不正的部分 因为你不正就是一言以说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 一文解字 如果一意的话 就不一文解字 那不正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外道 第二个是小圣 破小圣者 因为小圣的部分来讲是 是讲到谁的 为小圣说烦恼朋友 为大圣者说过三种意 这个小圣的部分来讲 我就把它去掉了 不是 外道部分来讲我就不讲了 因为外道最主要的是 就是本有 我们再把念一下好了 那个第九页 这个圈 书超的第九 外道哪边说本有 从云来讲是印中有果 从云来讲是印中有果 因为因是讲本 本无的话是讲到这个 因中无果 因中有果 因中无果 因中无果 所以为本无 那三世有 三世有 三世有 是讲那个印中有果 亦无果 生是有 同这个谁的 他的讲法是 亦有果亦无果 都有 七有都果 所以叫做 无有是处 在建立的因果 我们在中论里面 跟十二门论里面讲 亦讲到非有果非无果 用非来遮 后面是讲到谁的 迫小圣 迫小圣是讲 为小圣说烦恼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谁的 因为声闻圣 这个就是讲 这个声闻圣 你知道这个谁的 朋友烦恼 金无涅槃这个部分 按照真正的说法 不是 这个说法就不正确 所以讲到如相所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烦恼 他不是本有 如果是朋友 他真正有的话 再怎么修都修断不了他 如果是他大圣 说过三种欲 说过三种欲 就是讲那个佛性是常是无常的问题 所以他这也是讲到谁的这个 过就是要讲到这个要超 要离开的意思 离开三种意识 那三种意识就是提到这个烦恼到底本有 烦恼本有是真地有还是熟地有 因为讲那个 圣文圣说烦恼本有 针对之相 他到底是真地的有还是熟地的有 因为本有的本有到底是哪一种有 如果是烦恼本有是真地有的话 钱或无益 所以如果你 他是属于真地有的话 烦恼怎么可能断 因为他是 钱或无益就是 他是属于真实地 钱也有 当然后当然应该也有 那这样来讲 干嘛要去断他 就是烦恼不可断 不可修断 如果他是烦恼本有 他是熟地有的话 那熟地无本 因为熟地他就是没有 因为熟地是属于世间从生而来的 那既然是生而来的 他就没有本 这个本有建立在哪里 那熟地讲到那个 这个讲这个谁的 本无精有 若本无者后不应有 如果是你讲本无 后不应有 我把这个 因为中间我没有把它录出来 我把它念一下就好了 因为讲如果说讲到谁的这个 本无精有这样解释的话 就讲本无 如果本无的话 那后不应有 若本无法而得有者 如果本无法后面会有的话 那空无的东西应该会生出来 诸本无法皆因当生 所以若三世共有 居然不成 是三世相为 如果三世共有的话 因为我们三世 因为这讲本无精有 那既然本无精有 不可能是三世全部有 所以居然不成 因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是 依这个过去现在未来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为的解释 所以叫无有是处 这是破小圣说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那后面是讲立正义 这个我们这边来讲立正义 什么我们要建立的真正的这个 这个大不列盘间的这个 本无精有的部分 或是本有精无 那我们先讲这个最早先讲本有精有 过于三世 世民正义 那怎么说 因为它是这个真正的这个 它是所立正义的部分来讲是大不列盘 所要建立的真正的这个意识是 本有精有都是超过三世 都是离开三世 什么叫本有精有 这个开始念一下 这个讲到谁的 从初发心自得涅槃 一位无意不一声音不一灭音 有则清静 凡夫法不能染污 圣人法不能清静 乃至过一切遗言道 其一切思维 不可说不可思维 射受因果非因非果 如来一提最紧 这个最早的是讲佛性 因为从初发心就是讲 我们要发这个大菩提心 这个最早的是讲这个 这个在大菩提牌是讲佛性 因为佛性开始 就开始 这个 因为初发心就是能够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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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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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佛性是从来没有 这一位 没有变异过 不会因为 其他的这个声音 所谓声音就是讲那个 用观照力 用修学 用这些的这个方法 也不一灭音 不会是因为灭掉凡有才有 是有则清净 有则清净的部分来讲是讲到 这个 这个有 就是你看到 有的话是佛性你看到就是清净 后面这种清净 反复法不能揽摩 反复法就是烦恼 烦恼没办法去揽摩他 圣人法就是圣人见到之后 修烦恼 断烦恼之后也不能清净他 所以乃是过一切语言 所以这个讲佛性 所以他 一切语言也绝对是没办法 这个 大家在第88 这个 在这边最早的是 因为这段是蛮重要的 这个 本有 应该讲本 本有经有的意思 这个 这个少了一个 本有经有 所以 过去也有 现在也有的意思 叫本有经有 这个都是完全 完全是 那个 按照没有变异 所以讲他超过一切语言道 而且超过我们这个 谁的愿意道 那个 这个思维道 色受因果 所以是讲因为我们的这个佛性 它飞阴飞果 又可以含色这个谁的 这个阴跟果 飞阴飞果 如来一体 所以是讲到谁的这个 如来 最急 因为是讲到这个 这个佛性是 按照在大涅槃 你非亲见这个佛性不可 所以色受一切妙宝 是 大涅槃 超过三世 对不起 这色受一切 这个讲的 如来一体 最急 色受一切妙宝 这个时候大涅槃是超过三世 再用才讲涅槃的功德 因为讲用来讲涅槃的功德来讲 他常乐我尽 那后面讲到那个 那个如果你要 他最讲到那个 有二种欲 就是讲到谁 如果你要分开来讲 变成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 变成本有经有 则是常见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 前面的真正的本有经有的话 你会露入到 这个本有经有 比如说烦恼朋友 这也是常见 比如说涅槃 按照讲 这比较讲 还是讲烦恼 朋友经有 这是常见 不是你如果不了解前面的这个 朋友经有这个意思 因为他完全着重在佛性 所以你不了解就变成常见 落过三世的是断见 落过三世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 因为我们这个佛性不离三世 你不能说完全离开 因为故事讲离开三世 完全离开三世就是短见 因为我们大副涅槃 遮至身闻正乌衣衣涅槃 那二义相待 二义相待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谁的 本有经有 还有本无经无 所以才能够离这个断场 才是中道义 所以讲书地真地相待 如果你了解的话 故有十二因缘真实 故有十二因缘真实 就是在众生的立场来讲 众生有这样身子流转 何以故离二缘真实 何以故离二缘是真实二因缘 离二缘的意思就是我们 就讲了我们十二因缘的建立 因为有因就有因离离常 有果离断 所以讲那才真正的十二因缘 所以这能善解所见如来现在一世 因为时间到了 我把它稍微提一下 按照我来讲是讲到 所谓的存佗的义 到底什么义 因为存佗的义跟 我们的这个谁的文书的义 存佗有二因缘故义 按照这个讲 我没有把它录出来 但是 我把内下就好了 第一个是讲存佗的义 是讲见同相不见异相生义 还有是见异相不见同相故生义 这两个说法到底怎么说 就是为全毁物义 就是因为按照比较着重 前面的这个义 见同相不见异相 比较属于存佗的义 那后面的这个比较属于 见异相不见同相 比较属于文书的义 那我们 当然这两个实说来讲都有 那我们这个存佗的义 为什么说为见同 因为是讲到谁的这个 存佗是本无今有 因为存佗是站在 过去没有听说过 看到见佛性 所以讲着见同 不见异相 不见异相就是讲到谁的这个 因为他存佗站在是 站在佛已经见到大波涅槃 是讲所以是讲到谁的 他站在是本无今有 所以佛本不见佛性 后见佛性才会受为得偿柱 所以变成本无今有 本无今有即是身法 身法毕灭 故事无常 其于世统所谓见同 为什么所谓不见异相 因为他不见这个谁的 如来七无三世 欲凡小 不见异相就是他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佛陀跟我们二圣 反复不同的地方 我们先解释这个 稍微念一下 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 我们一直谈到这个本无今有 这个本无今有我们的极藏法师 还做了一本论 你看他多重要 他真的有做一本论 那我们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佛山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